Haven老师也会讲电信还是跟数字营销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Haven老师是AT&T的高级数据工程师 之前也有丰富的工作经历 Haven老师你现在能听到我们吗 可以看到我的桌面吗 我现在把屏幕交给您 好的 我去我的桌面 这个 sorry OK 在Haven老师开始以前 我是Jason 我们想跟同学们讲 我们后边是有Q&A的环节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chat window里面写下的问题 或者等到最后Q&A一起问 Haven老师和Chris老师 可以看到桌面吗 可以看到桌面吗 大家 大家目前正在创业互联网项目 然后还有如果是大家对数字营销有兴趣的话 还有对大数据有兴趣的话 我想这个讲座对大家都有比较好的benefit 就是给大家一个启发的兴趣 如果做数据分析的话 那就更多了 在里面的东西 数据分析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数字营销 然后数字营销里面 核心的一点就讲到的广告 其实数字营销里面 主要里面有一个广告的营销 就是说怎么去把你的产品在互联网上进行有些的营销 首先大家看到的一些大公司 然后大家都比较了记 是什么google facebook twitter 然后苹果之类的 苹果它主要是做iphone的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i-edit的东西 它其实也是做广告的 大家也没了解 但是在讲google facebook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对比较熟悉 就是google做搜索引擎的 然后它的主营业务是广告 但是它的广告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说可能是搜索什么的 其实它背后有一套很强的广告系统 然后和很多的这种厂商 publish 是advertiser已经交付 它的数据量非常之大 所以说google能从整个广告市场上占据比较好的利润 然后Facebook Facebook是基于它的social的platform 就是大家用的Facebook的social的平台 然后来卖它的广告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互联网专业的时候 把很希望把自己的用户量做上去 然后用户量做上去之后 有很多的这种广告位 然后不能人打开 从你如果能把这些广告位卖出去的话 就是很大的revenue 然后推特也是一样的 推特有很多人访问 然后这些广告 就是说每一个互联网公司它都在用户 就像Google 将来的Google 和IBMB其实里面可能广告收入也会占领到一部分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公司里面 前提第一点就是用户量费量比较大 费量比较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会在很多时间可以投放广告 这样的话每一个地方投放广告的话 它整个的收入就比较大 然后后来问题又来了 然后这么多地方是不是你的广告位都能卖出去 然后又卖什么价格 然后后台的整个数字营销的整个process是怎么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说不知道在今天的会议中 有没有确实做过或参与过 或者是思考过这个问题 然后今天主要讲的就是RDB 这个名字比较专业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story 就是说在几年前大家登陆互联网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现你的用户的推送广告 就是不是那么精确 就比如说你可能假如说你是对汽车有兴趣的时候 他可能老是推荐一些什么游戏给你 或者是有一些和你不相干的一些兴趣的东西 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 近几年的话 你会发现你所打开的网页的广告投放越来越精确 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去网上买车 然后你搜索了Honda 然后你会发现你明天打开网页 或者是某个网站浏览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其他的车辆推送给你 而且都是车的广告 而且会固定的推送给你 这就是因为你在访问了某一些网站之后 你有一个库克的信息 就是说他会记录到你一些访问信息 然后他会推测 你可能会对某一类的相似的产品有兴趣 然后他会精确的投利给你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后台的话 你可以成为一个RTB的方式 RTB它是一个real time billing RTB是什么意思 当用户在打开 打开网页的一刹那之间 它的整个后台系统 会放到Google的一个 AdExchanger平台 或者是某一个AdExchanger平台之后 它会和下面的 我们所专业术语所说的DSP 叫做Demind Site Platform 进行交互 交互完之后 下面的有一些具体的Advertise 他会根据他的一个产品 然后决定是买还是不买 就比如说你今天打开了Honda的车 可能Toyota认为你是他的潜在客户 他就会推送Toyota的车给你 有种情况非常多 或者是你打开Toyota的网页的时候 Honda的车他会推送广告你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当Duty的Advertise 发现在user打开了一刹那之间 他会认为你是他的潜在客户 他会购买这个广告位 然后马上支付 然后他马上就可以在你面前 显示他的广告 然后这就是RTB RTB的话就是他会在正确的时间 然后正确的人展示你可能所需要的一个广告位 但是这些广告位都是通过实时的净价来产生的 他不是说你想卖给谁就可以卖给谁 他是等于说Google说我现在有一个广告位 然后我想卖给大家谁想要 他其实是选定的价格第二高的人出售 就比如说你可能出十美金 我可能出八美金 出十美金的那个人 不一定能买的那个广告位 反而是比八美金那个人能买的广告位 这个是RTB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就是RTB的一个概念 下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整个广告的过程过程中 他怎么产生的一个一个ecosystem 就是说在整个我们所说的在你面前所展示的那一广告 那个刹那之间他走过了多少个平台 他走过了多少个公司 或者他走过了多少个system side 就比如说这个图形 大家看到左边的是buy side 右边是sell side sell side里面它包含了SSP 就是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术语 就是比如说很多的这种publish 就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种CNN 或者是一些大的网站 他会把一些广告放到SSP平台来进行出售 然后buy side的话 他会sell side 他会不停的发request 就是说他会发给你说 你想要你要不要买我这个request 你要不要买了我这个request 然后他会发给buy side 然后buy side 他会根据自己的数据分析 这里面涉及到很细的数据分析 就刚才前面 赤尔城讲到一些很多的数据模型 其实那些东西都可以在整个我们的buy side 里面全部应用到 就比如说你要分析到location 你分析到人的年龄段 你分析到人的消费能力 你分析到年收入等等这些信息 然后决定你是购买还不购买 然后在购买的过程中你要去建模型 然后你要建这模型应该是以什么price 来进行beader 你如果是出价太高了的话 你可能会lose你的revenue 你可能出价太低了的话 你可能买不到你的request 所以说这个后面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计算 然后大量的数据模型 后面还有一个像左边的话有一个advertise 他会像这种buy side 他会紧密的跟这种agency agency紧密的合作 就是说agency的话和具体的advertise合作 就是说你可能要投放汽车广告 食品广告 或者是bank的一些广告 然后都会跟agency合作 agency会跟这种buy side的dsp厂商合作 然后有针对性的去从我们的sale side里面去买到相应的广告 然后进行展示 这是整个的一个ecosystem so 然后在其中的话 有一个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这个平台的也是在美国的话 属于第三方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 它的平台的话就是它可以帮助到你提供的一些用户的数据信息 然后可以帮助到你精确的投放你的就是精确的购买到你的广告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system 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整个在一个抽象化的一个图形的一个展示 大家会看到这种像cn 还有一些访问量比较大的website 大家所说的也可以把Facebook也放进来 因为Facebook他用他自己的整个system 他自己building的他的sale side system 他也building的他的buy system 所以说Facebook然后Google 他都有他自己的整个的两个system都有 然后你可以使用它的 你可以不使用它的 你也可以跟第三方的平台 也都是可以的 但是比如说这个图形的话 展示的就是说CAN 还有的business 还有等等的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网站的话 他可以把它的广告位置 实时的放到Google或Yahoo 或者是大的exchange的平台上进行交互 然后这些广告位放过来之后 最下面的有三个DSP厂商 比如说Denta XO X Plus One TEN是近几年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DSP厂商 然后这种下面的TEN X Plus One 像这种公司他会和具体的要投放广告的公司合作 合作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看到X One 他如果跟America's price合作的话 他就可以根据America's price的需求去AD exchange 去刚才上面的卖这个Google Yahoo里面去买 Amerikas price潜在的他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广告位 然后进行投放 然后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说 他使这个publish and ad exchange and DSP and advertise 整个的ECO下面呢 大家可以说紧密的合作 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整个的速度和时间的响应非常之快 使用户都察觉不到你的打开那一瞬间的差了 你感觉不到整个process经营了这么多system 和这么多company 在中间的一个在我们的backend process 这是我们的抽象的概念 然后再一个是个具体的我画的一个case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上面 大家可能在打开你的kpp网站 或者是用你的手机打开kpp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你的pc打开你的kpp网站的时候 你的打开了一刹那的瞬间 你的上面别克广告位的牌子就会 信息就会很快的反送到 在SSP ad exchange的平台上面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公司 就像google 然后像rebico 像opengas等等这些公司 他会实时的把request发送给下面的DSP 因为数据营销 数据营销就很简单 就是说你怎么把你的产品有最低的成本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你的潜在客户知道 然后你的潜在客户去买你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是对你的产品有印象 然后这大量的数据进来 在ad exchange的平台进来 你在DSP平台上你要很精确的分析 哪些是你潜在的客户 哪些是你潜在的website 就比如说假如kpp的话 你如果是一个卖水的公司 你就没必要在kpp上打广告 对吧 因为kpp的话好像卖车的比较多 比较专业一些 所以说在这种车厂的话 他们就会有针对性的在kpp上 因为访问kpp的网站上 可能就是要么就想查一下价格 要么就想对一些车的 车的一个信息啊 或者是买卖的一些感兴趣的 所以说下面会看到一下DSP 然后一不同的价格来进行bid 然后看到第一行的 假如说pc打开的时候 大家看到tun 他说他标13美金 然后他说我愿意出13美金 cpm来进行购买广告位 然后刚才的honda说我愿意出14美金 然后别克说我愿意出14美金 实际上按照真正的bidding policy的话 是竞价第二个的那个人 可能后面还有更多的人说出16美金的 可能还有一个什么bmw可能出16美金的 然后来bid这个广告位 最后的话可能赢的就是别克出15美金 按照the second price进行select 就是说然后会显示 马上在那一瞬间会显示你的广告位 在你的pc的kpb网站上面 这是整个的一个process 但是整个所有的操作都是system 就是说程序化的这种 不是需要任何人来进行干预 需要全自动化的购买方式 和自己的后代的数据分析 这一个图是整个我们做这个business的话 就是说在整个做这个rtv 目前这个business这一块的话 它的一个趋势 就等于说这个图展示的是近大概7年吧 从2010年开始这个rtv的在整个行业的 就是在广告这个行业的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因为大家前面提到的就是在很在几年前的时候 你打开你的mobile或者打开你的pc的时候 你会发现用户投放的广告不是那么的精确 就是说它可能投放到你不感兴趣的或者是你觉得不好的一些广告 然后随着近几年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整个这个市场都会慢慢的预热起来 然后参与的厂商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各大厂商都会建立着自己的这个平台来进行的广告的一个对接 大家会看到2016年2016年在北美的增长趋势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biziness目前是增长 目前在广告行业是最快的 但是它的整个整个趋势的话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整个real-time bidding这一块 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北美的整个住行的增长的话 可以到80亿可能更多绝对不是这个 然后这一个月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RTB的论坛在Phoenix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 这个图看到的就是说从广告行业从收入来进行划分 就是说以前的话很多广告 比如说电视广告啊 这个radio或者是paper或者是soso 还有mobile还有在线的video 大家如果是将来自己做biziness做互联网创业的话 你到底是focus的mobile一块还是video这一块的话 你如果是将来要靠广告生存的话 你看到到目前的整个趋势是怎么的增长的 大家明显可以看见到现在最近几年的这个mobile设备的话 增长是确实是非常快的 还有那个video这一块其实也是增长将来也会比较快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以前的那个显示广告它是逐渐的降低的 然后tv的话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在减少 然后在mobile这一块的话增长的话是非常明显的 从2013年的7.272亿 应该是71亿美金 然后到现在的410亿 410亿美金的样子是整个增长的 那就是说第一个图展示的就是说整个的rtb市场它是逐渐的增长比较快的 第二个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的mobile增长是相当比较快的 从数据的角度上出发的话是mobile的增长 等于说你如果是做mobile这一块的bitness的话可能你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你的revenue的话我记得2013年2012年2013年的时候Facebook把它的整个战略中心移到了mobile的时候 然后他在2012年就没有关门不然的话他整个我记得2012年还是2011年 他整个一年的revenue好像才只有2亿多美金 然后他把它的整个业务中心移到mobile的时候 他的整个revenue就翻了很多 广告的revenue翻了很多 这个图也是展示的具体的在整个行业里面哪些广告的投放发生了一些变化 大家也能看到整个mobile的投放的话 整个在这个图能明显感上增长的是非常之快的 刚刚讲到的都是一些前面讲的都是一些整个的大概的一些情况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技术 然后每一块的话都可以深入的去讲解 这个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的目前的一个数字 就是广告运营平台的一个所的布局 大家能看到我们的BAT其实都有 比如说百度啊 阿里啊 腾讯啊 阿里啊 还有阿里巴巴 这三大 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 他们都有 Google它其实有 Google它其实 Google它是不摁广告位 但是它的整个搜索引擎非常强大 它可以把全球的所有的信息都聚在一起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营商 而且Google的整个在在整个广告内的占有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大家看到那个大不可以给就是目前它在2009年好像收购的一家做做这种 GSP的一个厂商 总部以前在纽约 然后淘宝大家知道了 就是阿里巴巴的 他现在属于阿里妈妈联盟一个公司 他里面他自己开发了他的自己的那个SSP 来进行广告的投放 他自己也建立他的一个他的购买的平台 他等于说他有卖的平台 他有买的平台都有 卖的平台的话 他可以聚集到 他可以把阿里的所有的这个网站 他可以的广告为全部集中统一管理 然后通过他的自由的这个买的平台进行去买的话 就比如说有一有一些衣服厂商或玩具厂商 想在阿里平台上投放广告的话 他们可以通过他的那个买的平台 进行广告的投放 对吧 而且阿里的平台非常多 用户访问非常多的话 你要真正的精确的去去去去购买你的广告的话 你必须有大量的数据分析 要么你就使用阿里的他的那个自带的那个购买平台 但他的平台的设计可能比较通用化一些 他不是那么专业化 针对于某一个客户 他可能是说也通用化的一些算法等等 让大家能看到新浪啊 盛大其实都有 因为在整个的整个的这个媒体的后端的这个广告的买卖的话 这是一种比较高效 也比较比较一种比较高效 第二个对于我们的advertise投放的话也比较合理 因为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购买所有的这个广告位 他可以去购买到他认为他认为是他的潜在的用户的用户的广告位进行投放 这样的话对双方都有很好的benefit 对吧 这就是在数字营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吧 然后因为时间关系今天 然后我稍微快一点 然后后面可以做QA的话 环节大家可以提问 最后一个PPT 这个PPT就是说今天大概梳理了一下 可能比较快一点 大家里面很多的专心的概念 然后在数字营销这一块的话 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整个广告的在后端的平台的一个运作方式 然后今天我们也讲到具体的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数据分析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 这个公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 这个公司它是做ribico的 它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大的office 就在Molica那边 然后他们office在那边 然后这个公司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么多广告位 你怎么去分析 就比如说这只是说一加比较大的 在整个市场里面比较大的 它的数据量有多大 它每一秒它能处理100万个request 就等于说它一秒钟 它可以发个100万给你 然后问你要不要 就是说你的系统的抵战能力要非常强 而且处理能力要非常强 它每一秒钟它可以产生1.1GB的文件 它每一天它可以产生92.8TB 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的算法 就比如说一个request算1k的话 可能假如说你一个request算2k 那你的size就会double 然后等于说你不做任何的数据分析 你即使存储这家公司的所有数据 你每一天必须花掉将近100个TB的空间来进行存储 就不做任何分析 就是只是存这些数据你就花92.8个TB 这只是一天的数据 然后Facebook Facebook好像是在2011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 我忘记 它的数据量就达到了一天是600个TB 1600个TB的Facebook数据量 但是广告的数据量没有那么大了 广告数据量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它那整个Facebook整个的使用的文件来讲 一天的话产生的话是600个TB 就比如说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在整个的广告的买卖的过程中 数据量非常之大 而且数据量在分析上的话 不但数据量非常之大 而且你要实时的分析 它不是offline的分析 就是说数据到了库里面 然后让你明天晚上在家里 或者是后两个礼拜两个月分析半天 你才响应的话 你必须要实时的分析 实时的分析和调整你的整个BD的策略 因为你调整的哪怕就是慢 一分钟慢几分钟的话 你可能会loosen你的money 比如它整个的分析的过程中 要求非常之高 在整一个是数据量非常大 二个是分析的要求也非常高 因为你要分析完之后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target user 然后多少钱可以买分析的model 这件的非常好 但是你也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你的system 像比如说数据管理平台等等 improve你的BD的策略 整个过程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你如果算法比较好的话 或者是你整个的系统价格比较好的话 你在整个system里面赛的 你可以赚取不错的revenue ok 这个是今天的最后张图 最后的到处接了图 这个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当我假说一个advertise 我花了5美金给我的广告投放 然后在整个行业里面的话 这个利润怎么分配的 就比如说假如你这个advertise 假如说我以honda的车 或者是bmw的车 他今天花了5美金 他买了一个 他买了一个在kpb上 kpb上或者是某一个网站上的 他认为他请了一个网站的 或者就是kpb或者cn 把他投放了 他花了5美金来投放他的广告 真正的这5美金是怎么分配的 就大概的一个percentage 不是非常精确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字 就比如说 我刚刚一直讲到的一个dsp平台 他就是一个买的 就是说帮honda的车 或者是bmw车 去买进去的广告位的提供商 然后eddy network 他可以把整个的所有的行业的一些advertise信息 或者一些建成一个network 他的其中的话 他可以分到2美金 然后dmp平台 dmp平台 就是一个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他可以拿到0.25的一个利润 然后adx adx就是ad exchange 像google的话 他们就是做的ad exchange 但是google同时他也有dmp平台 google他都有 整个在google他都有 然后最最右边的那个是sacp 就是卖的卖广告的一个 google他也卖广告 就是整个的利润空间 最后真正到kbb那个网站上的平台上的话 只有1.8美金 就是这个的话 你如果是在做的过程中 你可以定位到你自己想做哪一块 然后他的利润大概有哪个范围空间区间之类 你可以大概有一个很好的reference 对你比较好的reference 最后这张图是大家看到的 因为广告上比较大 大家一直说做怎么像他现在比较火的snapchart 对吧 他其实他要做的话 就是他的用户量一定要做上去 比如说很多人使用他的app 然后使用app的话 他就可以大量的在他的平台上 把他的广告位卖出去 他也可以建立自己的ssp平台 他也可以和第三方的平台去对接 把他的广告快速的卖出去 这样的话他就产生revenue 对这个图是代表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广告行业的所有的 就是目前的潜在的市场份额 将来他会都会可能将来 或者是全部我不说全部可能 大部分他会都会通过我们的实时的 叫做rtp的方式 就是实时的进行竞价的方式来展示和买卖 然后美国的整个美国的整个广告市场 是整个全世界最大的 非常的 ok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可能可以在后面的科学环节进行交流吧 我把话筒交给小李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海文老师 之前我还没有深入了解过数字营销这个领域 今天非常感谢海文老师的介绍 海文老师的介绍既有宏观的概括 又有细致的分析 让我们对数字营销有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了解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Q&A的环节 现在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GoToWebinar的页面中有一个chat的一个小的窗口 可以在这个chat窗口中提问 然后我们选择几种典型的问题 请我们的Chris和海文老师来解答 Q&A环节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的介绍一下 我们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星期的周末讲座内容 下一个星期的周末讲座内容也非常的精彩 刚才海文老师的最后一张图好像很有意思 我注意到那张图应该是台湾作者的图 他把蒙古和中国都画成一个颜色 没有区分中国和蒙古 他那个有区分 有区分 有区分 他不是把那个 他其实是很大的市场 比如说这个地图他把蒙古画进去 是的 这是一个老的地图 但是整个广告市场这一块的话 整个一般是说整个概括整个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的 他是把蒙古画的中国一个颜色里 他一个颜色就是包含整个亚洲的地区的一些国家 亚洲的国家 就是像韩国日本等等这些东西 大概的方位 但是他亚洲市场的整个国质应该是偏低的 应该还这个数字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美国这边确实是比较大一点 嗯 对 就之前 Chris讲座的时候 其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 在处理data的时候 data的preparation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在做华人事业护助会的时候 经常得到一些做数据方面同学的 在找工作过程中间的反馈 比如说之前我就有同学跟我提这个事情 就是他本来也就是cs专业 然后他在找一个数据科学 在数据科学家的一个岗位的过程中 对方面试的最主要的事情 不是问他对于具体model的理解 然而面试的最主要内容是让他去做data的cleaning data的preparation 然后就让他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 他准备了半天都是准备的 是具体的模型的算法啊 和各种模型的优缺点啊 结果面试过程中间 这个对具体模型的问题 一个都没问到 让他做的东西全部都是问的问题 全部都是data cleaning中间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是 就是从一个侧面也证明这个data prepara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 没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周的讲座 下一周的讲座 下一周的讲座嘉宾是Richard Richard老师 Richard老师也是我们华人事业互助会的创始人之一 下一个星期Richard将介绍怎么用数据科学在数据安全中间的一个应用 是他的题目是hunting honeypot attackers 内容是跟防范黑客有关系 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数据应用学院的最近的一些课程 因为数据应用学院是我们本次周末讲座的赞助商之一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数据应用学院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软硬件条件 让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精彩的讲座 数据应用学院最近 依然是推出四大课程 是data engineer 和data scientist 以为主打的两门大型课程 这个两门课程 就是长达20周的时间 8周的教学 10周的实践项目 还有两周的简历修改面试辅导 这10周的项目实践是提供实习证明的 就是针对现在data scientist 和data engineer市场上面 雇主对实习经历和项目经验非常看重的一个特点 数据应用学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除了这两大课程之外 还有SaaS Programming for Data Analyst 还有Data Analyst with Seiko 时间是1月23日 然后地点 地点 既包括LA Local的一个教学区 又包括远程的教学 远程是通过WebEx进行教学 对 就是SaaS的一个Programming的介绍 对 大家如果对这两门课程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可以访问数据应用学院的报名网页 左边是大数据工程师的报名页面 右边是大数据科学家报名页面 其中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包括课程的Syllabus 还有数据应用学院的实质情况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周末讲座的活动 也感谢各位观众能够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的周末讲座 也感谢华人事业辅助会和数据应用学院 那么我们会立即在华人事业辅助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发布我们下一周周末数据讲座的最新情况 下一周周末数据讲座我们请到的是Richard Schitt 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在防范黑客这个话题中间 中去应用我们的数据科学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